我希望說 剛剛有做7個欄位 黃色這個7個欄位 1 2 3嘛 這邊有4個嘛 那我希望把它清掉都按個清除 有沒有 資料就清空 按個考評 資料又過來了 有沒有 清除 考評 OK 當然同樣的方式啦 每個工作表上面其實也都可以 按下去 自動清除 自動有沒有 或者甚至你可能就是說 有4個工作表 我如果要多工作表的話 甚至我可以 清除多工作表 有沒有 1 2 3 4 四個一起清 然後四個一起幫我把它全部都做完了 這樣不是OK了嗎 其實你根本什麼事都沒做 但是事情卻全部都做完了 那只是說 怎麼樣完成 剛剛講的這些事 首先的話 先增加兩個按鈕好了 目標1 就是 先在第一個工作表的這個地方 我希望產生兩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的話 它很簡單 按下清除 自動把7個欄位的資料清空 那這一個的話 按下它 就把7個欄位的公式再加上去 那你說這個程式該如何寫 當然有幾個方式嘛 第一個不外乎 錄製聚集 不過我是覺得錄製聚集 可能錄下來的程式太垄長 而且不精簡 所以以這個地方來看 我們乾脆自己寫啦 那可知道怎麼自己寫 我先把這個 這個是做好的 我把它先關掉 把恢復到像剛剛 跟各位一樣的畫面 那第一個的話 請各位先把什麼 把那個 我們的Visual Basic環境打開 就是開發人員 打開 按確定 第一個 開發人員 這個一定要先打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要寫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叫 還記得吧 這邊叫烤屏嘛 一個叫清除 所以呢 接下來如果要寫兩個按鈕的話 那特別注意 第一個step就是先到Visual Basic 那如果你要寫任何程式的話 一定要記得 請你在這個範圍 這個叫專案總管的範圍 按右鍵 任何一個地方上面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反正把程式寫在模組裡面就對了 OK 好 插入模組 然後呢 這邊可以把它放大一點點 這樣來寫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寫 寫哪一個標誌 第一個先寫清除 清除 要怎麼清除 寫一個sub 特別注意喔 按鈕的名稱 反正一個程式就開頭一定是sub 後面的話 加上它的中文名稱 這個中文名稱 你可以對照到它的按鈕名稱 又叫清除 sub 空一個清除 Enter一下 那Enter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加後刮弧 有沒有 刮弧幫你加了 Enter sub 也幫你加了 OK 那再來的話 字把它放大好了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然後呢 把它改成12號字 我覺得這樣比較OK一點 字這樣比較 看起來比較舒服啦 那接下來如果要清除 要怎麼清 大家還記得嘛 我們可以用sales 那當然第一個如果你要 因為這個是一個 哪一列到哪一列的一個範圍啦 所以我們可以寫一個叫for 寫一個for回圈 那 i 當成列 從第三列 比如說我駐專應該是到第幾列 ctrl 向下 這邊的話到40列 所以我如果寫一個回圈的話 是for i 等於3到40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nest 那意思就是說呢 我希望清除的範圍是從第三列到第40列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清一列的哪一欄呢 OK 那你可以在這邊寫一下 按一個tab鍵 tab 下一階 跟他講說 我要在這個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呢 儲存格就是sales 第幾列 第i 列 逗點 哪一欄 跟他講b欄 b欄裡面幫我清除 清除的話後面加一個等號 等於兩個雙引號 這樣的話他就幫你把b欄的資料全部清空 OK 那你現在可以 我不建議你先執行 因為你執行的話 待會我們會需要複製裡面的公式啦 所以先不要執行 然後呢 d欄怎麼清 其實一樣喔 所以底下的話呢 除了b以外 還有d、e、k、l、m 所以很簡單的一個方法 請你把sales id的b欄 清空把它貼一下 總共貼因為有七個欄位 所以我們就貼六次 那貼完之後的話呢 做什麼呢 2、4、6、7個 貼完之後的話呢 再把這個b 改成其他欄位 b、d、e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k、l、m、n OK 好 這樣的話呢 清除寫完了 清除寫完之後 請你把清除這個sab 到n的sab 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OK 然後呢 把名稱改一下 改成叫什麼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一樣的東西要貼 跟各位講喔 那大家一定要改啦 那考評跟清除有什麼不一樣 喔 最大的不一樣是 你的這個雙引號裡面喔 清除是裡面沒有放任何都表示清空啦 那如果你裡面放公式的話呢 他就會把公式輸出到你指定的這個範圍的儲存格 所以喔 接下來的動作可能要複製貼 把什麼東西貼過來呢 把這個b3裡面的公式貼到這個地方 把d3裡面的公式貼到下 依實類推 我做一次喔 1有沒有要點一些b3 2的話呢 在上面的公式選取之後複製 所以1 2 3的話呢 按取消就可以了 跟剛剛有點類似喔 剛剛是1 2打勾啦 現在把它按取消 多一個複製 複製 然後取消 取消之後的話呢 再切到visual basic 把它貼上就OK了 貼上 所以一樣要做7次喔 所以1 2 選起來有沒有 複製 Ctrl C 然後取消 切到這邊來 OK 好 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我們已經做完第一階段 這個時候你其實可以試著執行看看啦 不過執行的話 這杯小鈴鐺 你程式不要寫錯了喔 或者你按F 如果假設你擔心執行會出錯 我是建議你乾脆按下那個F8 竹簧跑跑看 F8的話它一個一個清啦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I如果等於3 B3清掉 所以B3不見了喔 然後再來D3 有沒有發現D3也裡面資料不見了 那一直可以推啦 有沒有一個一個清掉 那也就橫向清完之後有沒有 再下一列下一列 因為NASR的時候呢 它會I的值會增加加1的意思 所以一直往下 那當然你可以全部執行 有沒有 全部都清空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在執行這個考評 考評的部分呢在執行 不過你會發現呢 不對耶 怎麼輸出的結果變成怎麼樣呢 它這個地方喔 這麼每個都一樣 主要原因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吧 剛剛我們是向下填滿 所以下一個會自動加1 哪個地方加1 有沒有發現 這個A3變A4 A4變A5 所以345不是跟那個I的值是相符的嗎 下一個這個是不是也這樣 下一個這個也一樣 向下填滿 下一個有沒有 所以這邊要把它改成I 這邊一樣向下填滿好了 有沒有 這邊一樣要把它改 不過其實這個好像不改 比較看不出來 那這個一樣 那這個地方的話是F3 要把它改成FI 也就是說呢 它會變動的那個值 必須把它改成I這個變數 OK 這邊的話是I3到J3 那這個應該是換 這個想要3的地方 就要把它改成I 這個也是一樣 K3跟L3要把它加1 這個的話一樣 就是M3要變M4 所以在我們剛剛的這個VBA程式裡面 有蠻多地方 要把它串一個I在中間的 那串的方式其實我們前面講過了 就是什麼 先找到那個你要改的那個數字 然後雙一號兩個 雙一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加一個I 有沒有把它串在中間嘛 然後呢 and前後加空白 這個OK了 那下一個一樣 雙一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把and前後加空白 好 不過你會覺得 這有點累耶 這好多要改的 對 那如果你假設 你想偷懶的話 其實我跟各位講 有個簡單一點點的方法 就是呢 那三其實最後會變成前後雙一號 中間串一個I 有沒有 and的符號中間 那其實你可以把這個複製 雙一號到雙一號 複製起來有沒有 然後把它貼上底下的三 這樣可能會更快 但是可能要特別小心不要貼錯了 有沒有 這邊就把它蓋過了 那這邊有三個嘛 一個 選三貼上 這三個嘛 ok 然後還有哪一個 這個 I3跟J3 所以把I3跟J3 有沒有 把3貼上雙一號到雙一號 就是這樣子 如果假設你 你假設做錯 你可以比對一下雲端白板上面 我們3把它蓋過去 這樣這個L3蓋過去 那這邊的arrange.1就是這個M3的3 這個後面的M3到M40這個不要動 這個不要把它改掉 記得只有改這個M3的位置 好 理論上應該ok了 所以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就是剛剛的3 1 2 3 這個應該 這個 第四個 比較多 這個一個兩個三個 這個的話就兩個 有沒有 這兩個 這一個 所以改滿多的 那只要你沒有改錯 反正原理原則大概知道之後的話 那最後我們就可以來把它run一下 應該ok了 所以 再把它執行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可以把它清除 然後把它烤平輸出 ok 那只要你公式沒做錯的話 結果應該就ok了 對 ok 這邊的話應該 你可以來點一下 看看它的公式有沒有錯 沒有錯 這個也沒錯 好 那這樣就成功了 所以有沒有清除 有沒有 考評 但是呢 你最後如果要在VBA這邊執行 好像有點不方便 所以最後的話 我希望說 把這兩個sub 變成兩個按鈕的話 還記得吧 插入表單控制項這邊不是按鈕 按下它 然後呢 拖拉第一個按鈕這個叫考評 然後把它的名稱也複製了 選它 把名稱複製按確定 然後把按鈕1裡面的文字點一下 把它修改成叫考評好了 這樣的話就有考評了 所以按下它就是考評 然後底下的話清除 我的習慣是把這個按鈕再複製 所以按右鍵複製 把它貼上 那一樣的沒有關係 再按右鍵去修改它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清楚 好處就是說 按鈕的大小會一模一樣大 這樣的好處就是 你不用重新再拉一個 這個按鈕 你不用去管說它大小是不是會不一樣 清除 考評 有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的話其實應該會比 之前的效率會大大提升太多了 也就是說你本來可能要做很多個動作的 現在更不用嘛 你按下去事情就完成了 只要資料更新了 那你又把最後的公式只是倒回去而已 這樣就省掉很多力氣了 OK 好那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把那個 剛剛我們做的公式 再把它變成VBA 第一個記得是開發了原的Visual Basic 然後先增加一個SUB SUB SUB記得一定要寫在模組裡面 按右鍵插入模組 然後第一個的話是清除 分別針對 所以BDE 然後KLMN 後面加上清除 結構都一樣 那把這個清除呢 複製貼到考評 然後把公式貼上 再改一個變數 有沒有這個變數串上去 就完成了 OK 但是這個你說老師 那如果說我要換到下一個領主的話 那有沒有OK呢 其實下一個領主 當然你是可以怎麼做 你是可以把這兩個按鈕按Ctrl鍵 把它選起來複製 那你把它切到領主這邊的話 其實你可以貼上 可以貼上 然後移動一下 移到這裡 你說那可不可以拿來領主這邊用 其實可以 但是 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清楚看看 清楚有清耶 可是跟各位講 你往下捲動 欸 他怎麼清到40而已 啊對 因為我們剛剛寫的公式 只寫到什麼 你們還記得吧 for i 等於3到40 那你說老師是不是要改 那如果改成101可不可以 可是如果你改101 這個地方OK 可是前一個就不OK 所以喔 你這個地方 記得不要寫固定的 那有什麼方式不要他固定 有沒有什麼方式讓他 隨著不同工作表 而去追蹤他最下面的列數呢 還記得喔 我們之前好像寫過一個方法 就是向下追蹤 你把它寫進來 這件事情就活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先寫這個啦 那這個城市稍微有點冗長 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 就是這一段 OK 這應該一模一樣的 好嗎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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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